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说法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辨的一部分 台湾没有什么总统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网来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 犯下庆祝难受的罪行 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公然与台独势力勾结 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 没有任何可比性 台湾是中国的事 不关日本的事 日本国内一些人将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 鼓动在对台关系上搞突破的动向 是危险的 也是徒劳的 我们严肃敦促之方和个别政客 深刻反省历史 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基金承诺 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不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停止挑衅滋事 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民进党当局借其操弄话题捕获人心 为台独主张张 这纯属网费心机 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花招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阻挡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大势 也挽救不了台独势力终将覆灭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